這間電台的目標和距離是甚麼 反應很簡單 全部張開口看著我 回答不到 剛剛跟這個案件有沒有相似 Hello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收集了有四條問我問題 我相信這四條問題也會纏繞你們 所以你想知道是甚麼問題 記住收看這個影片 Brian 我們收到很多你的粉絲問你的問題 我們精挑寫了幾個朋友的問題 問你 Thomas想問 可不可以改善拖延的問題 他做的時候都很喜歡拖延長來做 多謝Thomas的問題 我相信每個人都嘗試拖延 我相信你和身邊的朋友都嘗試拖延 為甚麼拖延 我們經常都覺得OK 其實都不是太過急趕 我再拖延長一兩天就可以了 我們經常都有這樣的想法 慢慢來拖延長來拖延的時候 你發覺當你拖到一件事 你所有事你都會拖延的 所以這個會打擊我們的自信心 可以這樣看 有一個想法很簡單的 現在你將會做這件事 或者你以後你會做的任何事 你給兩個選擇給自己 一個就是做 一個就是不做 OK 不做就不用想 如果要做的話即時做 行不行 不要給自己想太多 因為我們會拖延的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拖延 但是如果你不可以選擇 你一會就做 一會就不做 容易做很多 可以令到我們人生容易一點點 不要給自己那麼灰色的 一是做一是不做就是這樣 第二條問題就是 Mr.X問我公司其實有很多call value 新入職的時候會提 週年紀念的時候會提 連start card都要出來 但那些同事都不記得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 员工記得我們公司的call value呢 非常之有一個問題 我公司都有六個call value 好了 看著吧 如果我有一件事 我一年只提你三次 你猜你會不會記得 你應該都不會記得 如果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一年只會提三次呢 平時呢 我覺得那時候我去香港的電台做節目 有時候我坐下來 我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的mission 在那個錄音室外面 那我就好奇了 當我坐下來還沒開幕之前 我問那個DJ朋友 哎 這間電台的mission vision 以及vile是什麼呢 反應很簡單的 全部張開口 看著我 回答不到 剛剛和這個案件沒有相似 做出來只是為了做而做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公司 他們走不走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信念 理念和價值觀 而這三件事呢 是對一間公司一個機構 是最重要的 不是一年三次 是當我們公司做什麼決定 有什麼行為 怎樣想法呢 是每天 聽著 是每天 都會溝通的 這個call values 所以為什麼呢 是溝通不了了 回去和你的公司說 不要一年只提你三次 是每一天 Kiki 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有負面情緒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控制 而會影響自己的公司呢 OK 多謝你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有負面情緒 而我們負面情緒是很正常的 首先無論多正面的人 都會有負面情緒的 只不過是我們怎樣處理他 情緒是什麼來的 情緒是受我們控制的 我舉個例子 突然之間你今天上班 你很趕時間 但是前面塞車 你快要遲到了 你在車上 你的心情會怎樣 這次慘了 遲到又遲到 很不開心 這個選擇是這麼想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選擇 那沒辦法的 是嗎 現在就算我多猛也好 前面的車不會因為我猛 而它會走得快一點 所以我現在會即時打電話 上班的時候 告訴你狀況 我甚至乎拍一張照片 告訴公司 我想給一個感覺 是我是屬於這個團隊的 我是有交代的 是不是 截然不同的想法 但是同一件事發生 在我們生活那裡 不是一模一樣的 每天 OK 我們都要處理我們自己健康 和身邊的人的感情關係 事業收入 每個人都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是這麼放鬆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是這麼緊張的呢 因為用不同的角度 只是看這件事 那你明白是怎樣將你的感覺 原來是有選擇的 你整個人生是會輕鬆的 再一條問題是Gran 那Jofy就問你 他想問當初你start up 這個moving的business 即BCM功能的時候 你是怎樣面對這些困難 作為一個初創的老闆 應該怎樣接受這些租倦呢 OK 多謝你的問題 初初我是未開始我們BCM公司之前 我之前的公司叫moving 是一個app來的 那個app呢 是令我輸了四百萬港幣的 壓力很大 但是那個point就是我經常都跟人說 如果當時我不是虧了這四百萬 我是做不到現在BCM所做的那件事的 那個學習就在這裡了 在我們面前我們所經歷過的遭遇 或者事件 我們有沒有在那個事件那裡 是學了有某一個課程 或者學到某一件事 而令到我們今天再走這條路 那個能力會高了 當我們要跳起的時候 我們要蹲下 對不對 我們不蹲下我們跳不起的 挫折就好像我們要蹲下這一下這樣 我們經常都想跳得很高 但是如果我們蹲下呢 如果我們想成功 但是你沒有經驗呢 Movie對我來說 減了四百萬 是一個經驗來的 沒有那時候經驗我做不到這件事 你看到有很多公司 他之前不是有某些project失敗過 他現在不會那麼成功的 有很多運動員 他是沒嘗試過很慘敗 他不知道他是怎樣贏的 你看到一刻就有白 所以如果你想是成功 你想是去到一個你想去的位置 記住 不要怕嘗試 就算說嘗試的時候 你去不到那個效果 那又如何 因為你賺了那些 叫什麼 叫經驗 Movie就給我用四百萬 拿一個很大的經驗 令到我們生意做過億 看到嗎 擁抱經驗 嘗試 學了的東西 運用在你那裡 你就會成功 朋友 如果你喜歡你的影片 或者你想我解答你的問題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 打到下面的留言 那我的團隊一收到你給我的問題 那我就會篩選 我會選一個合適 或者覺得我一定要回答你的問題 就會在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 跟你解答一下 記住 Subscribe Your Channel Like Your Channel 還有開啟那個浪浪 那我們下一次我們新的影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